在演绎娱乐圈新生代明星艺人中,像肖战这么努力上进,乐观自信,三观纯正的励志偶像,真的非常罕见。 尽管肖战半路出道,又是非课班出身,但是,肖战凭借自身的努力奋斗和好运,将自己从一个普通素人,逆袭成为当红顶流,这不得不说是充满传奇色彩。 近日,肖战积压两年多的新剧余生,请多指教终于开播了,许多粉丝观众更是看得津津有味,欲罢不能,值得一提的是,肖战话题视频播放量已经突破1000亿,而且,肖战还是众多新生代明星艺人中,首位突破1000亿播放量的明星艺人。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,无论肖战做得再好,总会有人不喜欢,就像我写肖战一样,不管我怎么写,都众口难调,很难做到人人满意,人人喜欢,但是,这并不好影响我写肖战的心情。 我的想法很简单,你喜欢就看,不喜欢就离开,没必要三天两头跑来我这里翻看有没有发关于肖战的文章内容,何苦呢? 实际上,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,喜欢或者是不喜欢,对待演员们的演技也是如此,但前提是要客观公正,不能充满力气,恶意,带着偏见和极端思想,来评价一个演员的作品。 肖战作为一个顽强拼搏的明星艺人,始终不忘记自己作为公众人物所肩负的责任,可以说,肖战是一个很负责任,又非常暖心的励志偶像,肖战也太帅了吧,总之,让我们继续期待肖战余生,请多指教接下来的剧情,至于肖战和杨子两位演员的实力发挥,我们真心不需要质疑,两位实力派演员值得信任。 另一方面,肖战和杨子在剧中的配合也非常默契,俩人有可能加盟微博之夜,官方也多次进行暗示,作为昔日的微博King和微博Queen,我们着实可以期待一下,对此,你怎么看呢?